我刚刚写的程式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白板007里面 其实主要黄色是后来加的 其实当然这个加不加 就看你实际上工作需要 如果你需要一气呵成的话 你甚至可以把你要的公式丢 丢完之后再把它删除 当然你未来如果不希望人家知道说 你预先有跑这东西 你可以放一个 BDR放前面的处理 你可以放到X 放到Y 放到很后面的储存格 这样人家就神不知鬼不觉了 可不可以 其实这样的做动作有点像 你就是放一个变数里面的道理差不多 只是说我们是把 Excel的储存格当成变数来用 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这一招 我是觉得比后面的 当然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什么 Application.watch function 引用什么 引用Excel里面的Nudge的函数 也可以啊 不过相对的啊 上面的方法 我是觉得会简单一些啦 那如果你下面东西是比较稍微进阶一点 如果你想要把它写的 不要像我上面写的话 像上面是丢公式 你如果觉得啊 这丢公式好像有点 下面比较困难 你就像用上面方法解决问题就好了 但是用上面的方法 可能它的缺点就是说 它的效率上面会稍微差一点 因为它是丢进去执行 然后再把结果捞回来 那支援中间的时间差可能会比下面的还来个久一些啦 不过已经 当然如果你资料量不多 真的没有什么差别 但资料量多 因为你要如果一直在跑 像之前有同学一直在跑一些重复的动作 那资料量很多 而且动作非常多的话 很多的地方都要丢公式 那你会发现它就有点裂格了 慢慢有点慢了 不过至少还是比图法量更快啦 所以我有把方法一跟方法二 就放在这里 另外还有同学说呢 如果说将来资料会跨工作表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能就是工作表意思说 我的资料可能是另外 结果要放在工作表一 处理要在VBA 两边是分开来的话 那你可能要注意 你就要多选一个叫SHITS的物件 哪一个工作表的储存格 所以哪一个工作表就是加这个电 有没有 电 那个工作表底下的那个储存格 那可能将来你还要多学会一个 所谓的工作表物件 那未来当然如果你还有什么工作部 就SHITS的党的话 那就是哪一个工作部里面的 哪一个工作表的哪一个储存格 变成说有很多层 一层一层的 那当然它基本上概念都一样 只是说多了一层的物件而已 这大家跟各位讲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接着请各位待会儿 再帮我开数学函数 刚刚有之前有用到过的这一个 但这个范例还没结束 因为这边有Counter跟Count if OK Counter的话主要呢 我们前面Sum Sum if这个主要是 Sum跟Sum if主要是做什么 做某一个范围的加种 或者是说有条件的话 就Sum if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不是加种 我是要算里面有几个的话 的项目数量 就几个的话 比如说呢 我希望这个上面这个范围 我希望呢 帮我算一下 里面呢 有几个是数字 数字喔 特别重要 数字当然意思不包含空白 不包含文字 不包含这种True Force OK 里面有几个 当然不是叫你用眼睛算 而是用里面的函数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要算什么 里面是有资料的 所以有资料就包含说 只要有资料就好 不管它是数字还是非数字 里面有几个 另外第三个问题 里面有空白有几个 不是叫你用眼睛看 1 2 3 4 5 6 7 如果很多的话 你不是算到眼睛花了吗 OK 所以特别注意 第一个是数字有几个 第二个是有资料有几个 第三个是空白有几个 第三个是 第四个就是说 如果这个范围 有数字大概是大于30 有几个 大于30 一个 不是用眼睛 就是要用里面的函数 当然我们除了用函数之外 你也可以用VBA 怎么做 1 你就是先在这个 第一个我们是 里面是数字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从那个 插入函数里面的类别 找到一个统计类 特别注意 是在统计里面 往下找 它是C开头的 Count开头的 那答案刚好就是这个 C开头的 Count的这几个 第一个问题 Count的函数呢 它就是做什么呢 计算范围中包含数字 特别注意 关键字来了 数字的储存格数量 所以你必须给它一个范围 它告诉你 那个范围里面有几个是数字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Count的A 有没有 多个A哦 是说非空白 意思说呢 里面有资料 不管里面放什么资料 只要不是空白的 Count的Blank 是空白的有几个 OK Count的If 加条件 它其实跟那个 SomeIf有点类似 只是说呢 它最后不用加种 真的使用起来差不多 所以第一个Count 我们来看一下 给它一个范围 所以呢 跟它讲说 你帮我算这个范围里面 有几个数字 它回来53 意思跟你讲说 里面有53个数字 第二个的话呢 里面有资料的话有几个 那我们一样用C开头的 用统计类里面的话 找到叫Count的A的这个函数 然后呢 给它一样的范围 Count的A OK 它告诉我 6... 不对 选错了 应该是 选到那个 这个范围 OK 总共的话59 意思就是说 所以如果 我想知道 里面有几个是非数字的 把这个减这个比较好的 因为它是数字嘛 这个是不管是不是数字或非数字 所以一减 不就是非数字的 那里面是空白的 就利用什么Count的Blank 所以这里下的话 你可以用Count的Blank这个 然后告诉它说 这个范围里面帮我找找看 是空白的有七个 所以 如果要问说 到底这个范围里面有几个储存格呢 就把这个跟这个加起来比较好的 然后还有呢 最后里面是数字 而且要大于30的 有几个 那其实这边的话用Count的V 特别注意 Count的V 其实跟那个刚刚用过的那个三米符 还蛮雷同的 有没有 只差别 最下面没有三range而已 因为它不用range 它主要是帮你算几个 并不是加总 所以条件没那么多 第一个range 就是上面这个范围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条件是大于30 所以它其实会帮你做一件事 第一个 先检查是不是数字 第二个 是不是大于30 OK 所以里面按确定 里面有七个 大概就是这几个 OK 不过其实也顺便想一下 那如果说今天怎么样 我希望把这里面 大于30的 帮我加个底色吧 不然的话我要自己找 加底色的话怎么办 其实 当然也是一样有两个方法 你可以用之前讲过的 有个叫设定格式条件 就上个礼拜讲的 在这边设定格式条件 那新增规则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 应该可以什么 格式化 所以这边应该什么 应该是大于 所以你其实应该什么 用这个 大于30 大于30 OK 大于30 你就要格式加一下 加个底色 应该OK 那这边的话呢 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讲的 Counts Counts if A Counts blank Counts if 先试做看看 然后再来的话呢 再开启那个 这个叫 热透彩的重量几率统计 诶 这意思 101年的几率 1到42号 101年 指的是这些号码 那其实开启号码 就是低栏到追栏 总共会有 它的规则是 1到42号 第一个 第二个是 开启号码 有6个号码 加一个 其实是7个号码 那 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特别注意 总共Counts 向下 总共有100列 也就是说 总共 扣掉蓝位名称 有99期 一年开99期的意思 那这个 99期里面 总共这么多号码 也101年里面 到底 1号开出来的 你可能要先算什么 1号 在101年 出现过几次 第二个的话 除以它全部 total的数字 就是它的几率了 OK 所以你可以的 刚刚讲过 先用Counts 是什么 Countif Countif 什么呢 1号 在那个范围里面 是1号的 有几个 除以呢 总共 总共那个范围里面的号码 其实总共就是 99期 乘以7 OK 那就693 但 我们 但你用Countif 也可以啦 Countif 那个范围 OK 你可以算出几率来 然后呢 最后合计哪个号码 出现几率最高 并且帮我做排名 这要该怎么做 不过呢 顺便 今天会顺便讲一下 如果一个大的范围 我是建议 你可以把它定义成一个名称 否则你将来跨 那个工作表选取 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 所以这杯水 你可能要定义名称 那怎么样定义名称 待会再来看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总共四个函数 并且思考一下 乐透彩的中奖几率如何 统计是最简单的 好